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就是小麦的传入 传入到华夏以后经历了一个比较长的历史 在早期的先秦的文献里边就已经有关于小麦的记载 因为我这几年就一直在做四十之路饮食文化的这种传播 它首先是丰富了你的饮食原料 比如主食的传入 比如说小麦 豌豆 还有水果的传入 还有大量蔬菜的传入 调味料的这个传入呢 它也丰富了我们的口味 改变了我们的饮食结构 小麦传入中国后 因其加工技术原因一直以历史方式进入食谱 就是将其压扁住食 在思路开通后 引发中华饮食重大变化的 就是小麦粉食制作技术的传入 张光之先生就认为中华饮食经历了三个大的变化 其中东汉的魏晋是一个非常大的变化 这个革命性的变化就是小麦粉食 轮转末的普及 那么小麦加工技术有了一个飞跃 加工的质量和加工的效率都有了大大的提高 那么加工的这个面粉就可以制作各种各样的面食 由于这个加工技术的改革 小麦在整个北方的普及程度加快了 逐步地变成了北方的主食 在敦煌文献中 根据名称和烹饪方式 整理出60多种相关食物记载 其中有如馒头 蒸糊食 烧饼等约20种糊食 但这些食物传入内地后 无论是在烹饪方式上 还是称谓发音上 都会有一些变化 馒头是个外来语 早期我们见到最早的这个称谓是在 应该是梵文 佛经里边也有 佛经里边发音了 Mandel 就是有一个边因 我经过研究发现 饺子最早作为一个有限类的一种食物 它实际上是从西方传入的 传入到这个内地以后 经过改造以后它变成水煮 我们今天叫水饺 这就是我们的改造 在西方没有水煮的 它都是烧烤的 西域饮食在融入中华饮食后 得到了很好的保存和发展 但总体而言 今天已很难分辨出 哪些是早年传入的糊食 哪些又是土生土长的饮食 这反映和说明了 东西方饮食文化的持续交融 如今在日本甚至因传入的中国菜 而产生出一些专门的词汇 比如用日语发音的四川料理 麻婆豆腐等 今天的这个中华饮食文化 在对外交流当中 可以说是一直独秀 再有华人的地方 再有华人的国度地区 那么这个中餐 是一道靓丽的风景 实际上大大小小的中餐馆 能够在当地扎根 这说明我们中华饮食文化 强大的生命力和这种传播力 当然这种饮食文化 它一定要有一些变化 保持我们的文化传统 保持我们的精气神 但是呢 还要适应当地的这种口味 这是饮食文化的一个特征 当年从西方传入 传入这些饮食品种的时候呢 也是这个样子 今天呢 我们的饮食文化 在往外传播的过程当中 也有这样的一些特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